那今天呢我讲这个题目叫失智症 Dementia 英文叫Dementia 这个中文的翻译大概叫失智症 那为什么我今天要选这个题目呢 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呢这个失智症 在这个世界上面 其实是一个蛮普遍的一个问题 目前也是西方社会跟日本的社会呢 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呢是西方女人死亡的最大的原因 西方男人死亡最大的原因一般都是这个 心脏跟血管的病啊 那青少年25岁以下的最大的原因 在西方来讲 是车祸还是这个 不车祸还是被谋杀 女人呢就是第一大原因呢 就是这个失智症 那为什么我们会来讨论一些 在这个华人的社会的里面呢 好像可能还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 但是我想呢这个慢慢呢就会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的了 这个是一个可能大家的 这个是一个可能大家的约性的问题的 这个理由呢就是 是失智症的病人呢有很多精神疾病的症状的 因为呢他的大脑细胞啊 受这个失智症的影响 有些人会这个行为这个感情失控大喊大叫这种 这些呢都是因为这个脑子的细胞死亡 所以造成这个网络出问题 第三个呢 但是呢这个因为呢这个 这种疾病问题很普遍呢 在失智症的里面 可是呢一般华人呢都不愿意 不太愿意提这个问题 可能最近有点改变 我也不知道了 但是呢看起来呢 最少我做了这个精神科六十几年呢 我看不出有什么这个很大的改变来 第三个呢是最近呢 有新的药物呢 这个上市了 对这个治疗失智症呢 很可能是有效的 觉得这个一般有这个社会上面 有一般知识的人呢 应该对这些问题呢都了解 不应该呢这个 好像呢对这些新的这个医学的发展呢 一点的了解都没有 所以今天呢想要提一下 这个这几方面的这个问题 好那实证呢这个定义什么了 定义呢就是他失去这个 失去了记忆 memory 跟失去这个处理事情的能力 就是说呢是他的这个 这个executive function 这个受影响 那怎么样分类呢 基本上面呢分开四大类 第一个呢就是 是埃尔斯海默失症 Alzheimer's disease 这个呢是失智症的最大的一个 一个类别 大概呢这个 反正60 60-70的失智症呢 都是因为这个埃尔斯海默失症的 那他的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一个基因与环境互动的一个 这个基因呢就是Apple E4等等 我等会提一下 好那第二个失智症的原因呢 就是其他身体疾病造成的 举例三高 就是高尿病跟高血脂啊 这三个呢是会造成这个 脑血管的功能的问题 造成这个失智症 所以呢三高呢是需要这个 你50岁以后呢就需要 我想呢最少一年呢去检查一下呢 这个你的血压是怎么样 你的血糖是怎么样 你的血脂是怎么样 这个呢是需要这个注意的 第二个呢就是甲状腺的功能 第一这个比较少啊 但是呢也不能完全没有 上一个礼拜 有一个有一个这个病人 就是呢这个 这个住院跟治疗这个 在别的地方住院跟治疗的效果 都不是很好 那我来看我的时候呢 建立他做一个甲状腺的功能 发现了他的 这个TSH呢是 升高的 TSH升高就是说呢 这个甲状腺功能功能不够啊 所以呢这个 大脑呢想要呢来补助 这个甲状腺的功能 所以这甲状腺功能呢 长期低的话呢会造成这个失智症的 缺乏B12 第三期的梅毒啊癌症这些呢 我就不详细讲了 第三个呢是第三个 这个 大的类别呢就是这个 失智症是其他大脑的疾病造成的举例 帕金森症和Parkinson disease 还是呢这个脑瘤啊这些就是 大脑其他的疾病造成这个脑功能失常 第四个呢就是头脑受伤啊 车祸啊跌倒啊 脑医学啊这种啊 中国人叫中风 其实跟这个风呢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这个是脑池的血管的问题 脑池的问题呢就会造成这个失智症 所以四个大的类别 第一个是Alzheimer 第二个是其他身体的疾病影响造成 第三个是大脑其他的疾病造成 第四个是脑部受伤造成 那如何诊断呢就是靠临床的诊断 现在都是靠临床诊 加上呢加上这个大脑的扫描的 一般也是MRI了 如果这个有别的理由呢可以做别的这个scan 那CT scan可以做吧 CT scan呢一般呢就不能这个 测出这个脑池的structural的问题 最少不是一般能够CT scan做的 应该是用MRI还是这个 MRI主要是MRI 好 那第二呢就是要排除其他的疾病了 就是呢要看看你有没有三高 你的B12的这个level是什么 甲状腺的level是什么 有没有没毒 有没有脑肿瘤 有没有这个脑血管破裂 还是堵塞等等这种的这个其他的疾病了 好 那这个诊断做的这个又可以帮助我们知道呢 这个怎么来看这个失识症 其实我们知道的都是很少啊 这个这个很多都不知道 那我们知道现在呢这个 这个基因呢是跟这个海马叫hippocampus 这两个小东西呢在我们脑子的内部的地方呢 形状有点像这个海马 取名叫海马 hippocampus 他是主要呢来整理这个你的资讯的 你现在听我讲话 得到一些资料 你今天看窗外的这个叶子的颜色 还是没有叶子这种天气的情况 这种呢都是这个需要这个经过这个海马的 照我们现在知道了啊 照这个海马来整理 然后呢他会把它呢来存档 然后呢这个短期的基因呢是这个海马来管 长期的呢是脑子其他的这个区域来这个存档 所以一般的失智症啊 这个无论是这个我刚才讲的四个大类型呢 都是因为呢影响这个海马的功能呢 造成这个失去这个记忆跟这个行政的这个功能 好这个海马其实有蛮特别的 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他的细胞啊 一直在你出生以后呢 还是有新的细胞出来的 在这个海马里面 到什么时候呢 没有人知道 估计是最少到40岁了 那这个相对呢大脑其他区域出生之后呢 这个就没有新的细胞长出来 这是我们现在的理解以后 是不是这个理解我不知道 现在呢是 照我们知道呢这个海马呢 是不断在生这个新的细胞出来 到了大概四五十岁呢才停止 然后呢这个脑子其他的区域呢 导致这个再生下来之后呢 就不再生出新的细胞来了 那这个海马有一个很特别的这个功能呢 就是能够分辨这个空间啊 这个space的细胞这些呢 是最近的一些的研究 给我们呢有各种的了解啊 好 那么基因来讲呢 就是生的知识呢 在海马整理后 要整理的送到大脑皮层存放 作为长期的基因 详细的机制呢还不清楚 那我们大脑呢 估计呢有90到100个billion的细胞 那就是很多了 你想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口加起来 总共也不过是 一个六个七个billion 所以我们的脑子呢 我们的脑子这么小啊 居然呢这个 如果每一个细胞是一个人的话 是世界人口的这个20倍啊 那你想这个是一个很叫人惊讶的一个情况啊 那六岁以后呢 这个每天的大脑细胞失去十几万啊 所以呢 是一个 你可以说是可悲的事也可以啊 这个是一个人生的事实也可以 于是我们呢 这个脑子呢 这个细胞呢 每天 少十几万的 而且呢 这个大脑一个网络的 意思是呢 这个大脑的细胞不是独立来 工作的 它的这个功能呢 是跟其他的 脑细胞呢 从一个网络的一个制度呢 来发挥它的 发挥它的功能的 那这个大脑的网络呢 在出生以后呢 是不断在生长的 一直到五岁六岁啊 然后呢 这个大脑自己就把这个网络来砍掉 修剪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网络太大的话呢 这个 这个效率就很低啊 所以脑子呢 要保持它自己有一个 相当的这个效率 所以呢 需要砍掉这个 这个网络 大概呢 一直到呢 最少二十五岁啊 砍掉呢 这个三分之一 所以细胞 六岁以后一直减少 不是 出生以后一直减少 这个网络呢 导致在六岁以后呢 这个 才一直的被砍掉 所以这一个呢 我觉得呢 是需要注意的 所以呢 在小孩 高峰期 九岁到十六岁的时候呢 最好你不要把他从中国 还是台湾 还是马来西亚呢 带到美国来啊 把他送到学校 因为呢 在这个高峰期的青少年啊 适应新 因为他大脑在修剪了 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呢 就相对的降低 你要不能就 这个生下来 就把他送过来 要不等他呢 这个 这个 graduate school 研究所毕业之后呢 在还是读研究所的时候 二十一岁二十二岁的时候 才送过来呢 他的适应能力就比较 比较好 而且呢 很多很多把小孩 送到美国来的人呢 都觉得呢 这个 我小孩读书很优秀 其实你知道呢 美国的青年人对读书优秀 不是一个 接纳你的一个理由 美国 美国学校里面的年轻人呢 对读书优秀的人呢 并不是 看重的 而且有很多是歧视的 那所以呢 这个中国人呢 对这种事情呢 完全没有了解 就把小孩送过来了 所以呢 这个 每周啊 都几乎呢 有这个 九到十六岁的青年人呢 来这个找精神科 就是因为呢 他们在这个年龄的时候呢 容易得精神病 我希望大家呢 这个 大概我们 中间的这个 八十个人呢 大概没有 没有这样的人了 但是 如果你朋友的里面有的话 希望你呢 能够提醒他们一下 最好呢 不要在小孩 九到十六岁的时候 送到美国来 好 那这个海马 我刚才讲过了 是管理跟处理这个基因 那基因本身呢 分 长期的基因 跟短期的基因 短期的基因 就是 五分钟 十分钟的基因 长期基因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 现在的研究了 我们就不详细讨论了 好 那分呢 这个long term short term memory 长短期的基因 另外呢 把它分成了 这个 陈述事情的 一个基因 还是一个程序 一个行为的基因 这个陈述事情的基因呢 这个 我们的这个 心理学里面呢 叫 Declarative memory 那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我就不讨论了 那么 这个Declarative memory呢 在海马萎缩啊 就是呢 这个 早期这个海马 这个细胞死亡 呃 开始的时候呢 会影响这个基因的存放 所以呢 这个 呃 这个 呃 成熟基因呢 会失去 当然这个长期基因呢 呃 呃 呃 这个 不是 哎 这个写错了 应该是 短期基因啊 这个 不好意思啊 这个要 要 改改才可以 让的话呢 你这个听了 就写错了 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短期基失去的问题啊 就是呃 这个呃 记不住事情啊 这个这个长期基因呢 可能呢 倒是很好的 你改不改不来啊 哦 可以 所以呢 应该是短期基因跟这个成熟基因的失去 他所以记不住这个事情 可是呢 行为基因呢 就是这个procedural啊 这个呃 行为的基因呢 举例 开车 骑呃 自行车 一般的操作 比如操作 电脑啊 电视啊 等等呢 反而呢 就比较 呃 保存了 就是 这个所以呢 这个失智症的病人呢 这个事情呢 可能 要 早一点忘记 这个呃 做事的 这种的 呃 行为呢 呃 导要 呃 到了这个 呃 这个比较晚了 才呃 出现 因为呢 这个 呃 行动的基因呢 这个呃 这个海马呢 呃 比较这个 呃 能够保存这样的一个基因 为什么我们也不太清楚 到这个呃 中晚期 就是呃 失智症的中晚期 我等会解释什么叫中晚期 呃 才失去的 好 那我现在呢 这个呃 比较针对 先讲这个 埃尔斯海默斯症 Alzheimer's disease 我就把它叫 AD Alzheimer's disease 这Alzheimer's disease 流行率呢 在呃 这个流行率呢 在这个呃 65岁以下呢 大概是呃 100个人里面 大概少过5个人有 到了65到74的时候呢 就 百分之1到2的人有了 到75到84岁的时候呢 是 大概15到20个percent 超过85岁呢 就呃 这个呃 是呃 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有 那这个是蛮可怕的一个数字啊 所以呢 我刚才讲说呢 这个 这个呃 在西方日本呢 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在中国呢 大概不是没有老人 不过呢 这个可能呢 大家不太注意这种的事情 好 那这个呃 呃 AD呢 这个有个很奇怪的性别的 这个差异的 就是女人 得这个AD呢 比男人呢 要多 那为什么呢 我们呃 实在不太了解 我刚才已经说过 这个是西方女人 第一个死亡的原因 在西方跟日本呢 是个严重的公共卫生啊 因为她 呃 这个 一般得AD呢 诊断之后呢 一般都可以活 大概呢 最少这个6到10年啊 所以这个呢 对于这个社会的 这个 呃 这个 运作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影响 社会的政策 有一个很 公共卫生的政策 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啊 这些呢 都是呃 现在社会非常关注的 一个问题 好 那她的这个 呃 最 显著啊 这个 Alzheimer's disease 最显著呢 她不是因为呢 有其他的脑病 还是身体的病 她是本身啊 这个脑子呢 就萎缩了 这一半呢 是正常的脑子 是应该这样的 这个Alzheimer's呢 是你看这个脑沟啊 这个我们叫这个 Sulcus啊 这个脑沟 跟脑孔啊 这个 这个是 Third ventricle 这个呢 就很大啊 那边呢 是这个脑子萎缩 就是 Atrophy啊 这个脑子细胞死亡的 一个证据了 第二个特征呢 就是这个海马啊 你看这个正常人 这个是海马啊 这个海马在这里 但是呢 你看这个 这个 Ad的病人呢 这个海马呢 就 小了很多 这个海马呢 是 这个细胞呢 已经死亡很多了 这个是 最明显的 这个 MRI上面呢 就可以看出来的 其他呢 他有这个 三个 这个 其他还有两个特征 所以一共呢 这个 我们现在知道 Alzheimer's disease 他有三个脑子的特征 第一个是大脑的萎缩 特别是海马区的萎缩 第二个是有斑块 这个叫 Amyloid plaques 这个是一种 淀粉样的 蛋白的 这个斑块 在大脑细胞之外 跟这个脑血管的 墙壁上面 有这种的斑块 这个呢 就 现在我们认为呢 是影响这个 大脑功能的 一个 一个很大的 一个阻碍 第三个特征呢 就是有残结 我们叫Tangle 这些呢 是在 大脑细胞里面 他的内部的 组织啊 这个 脑细胞内部的组织呢 这个出了问题 所以这三个 症状呢 是现在我们理解 你说是不是正确呢 那要看了 以后呢 可能有别的 这个新的发现出来呢 我的这个讲座呢 就 不合时 不合格了 好 那这个是斑块 这个是Plex 这些的 拉极性的形状 所以呢 这个是 第二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萎缩嘛 脑质的 第二个是Plex 然后这些呢 在显微镜下面呢 就很清楚 第三个呢 就是你看这个细胞呢 变了形状的 这个正常的 这个脑细胞是这样的 他的这个 最少这个 这个其中一种的细胞 是这个样子 这个 第三个就是这个 残结的 破坏 是叫这个 脑细胞变形状 这个细胞 是这样 有残结呢 就是他里面 有这种的这个 结构的被破坏 在这个细胞体内 也在这个 Axon的 上面 这个是 另外一个形状 这个正常的 这个 结构的 线条 这个你看是 消失跟 这个打结的 一个 一个情况 好 那所以呢 这个我们现在 对这个 了解是 这三个 结构上面 出的问题 其实呢 在 症状明显 之前 三十年 比如你 比如这个病人 是八十岁 七十五岁 开始有这个 四肢 的 这个 症状的 其实呢 他在这个 四五十岁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 大脑的 MRI 就可以呢 看出这个 海马的 萎缩 跟其他的一些 举例 这个 这种的 症状了 那现在呢 有一个 这个 这个 实验室呢 是 说呢 可以用 血液的检查 来 看出 这个 来诊断 这个 喝出这个 AD的 这个 这种的 这个 淀粉型的 这个 斑块的 这个 在血液里面 可以查出来 但我知道呢 好像 这个 FDA 还没有通过 以后会不会通过 我也不知道 好 那 所以呢 现在呢 是靠 临床诊断的 那 临床诊断呢 你基本上面 就是问这个 病人一些 关于他的 认知的一些 的问题 那 具体呢 你如果要 比较 有这个 规律的呢 我们就用呢 这个 检疫 智能 状态 检查 叫 MMSC 你上网一查 还查到了 那个Fosting 是我们以前 那个 教授 他 发明了 MMSC的时候呢 他在 在 后来才来的 那所以 这个是 我想呢 这个一般 这个 现在最常用的 这个 测试呢 这个 临床的测试呢 就是用这个 MMSC 那么 正常的人呢 他有30个 这个问题 30个问题呢 每个一分 所以如果你的分数 是27到30的话呢 我们算这个是正常 早期的这个 试制呢 无论是 你可以说 轻度吧 这个 无论是 AD还是这个 其他的 试制的 定呢 如果分数 在20到26的 是 短期 记忆 不好 举例 忘记 如火 这种 那 处理 金钱 预算 出问题 而且呢 这个情绪 焦虑跟 抑郁 不能分辨 这个图形 开始呢 对这个图形的 分辨 我等会给一个例子 你看哈 这个图形的 分辨 出问题 中期的时候 就10分到19分 开始这个人 就找不到路了 忘记这个 时间跟热习了 情绪 这个症状呢 就更严重了 焦虑 照皇的症状 可能是就失控的 情况 出现了 怀疑别人偷他的东西 监视他 跟踪他 他的配偶 有外遇啊 这种 这些呢 这个怀疑症的 就是分裂症的症状呢 开始的出现 晚期的时候呢 就少于10分的 就不认得家人了 有幻听啊 这个非常暴躁 大小便失禁 不能治理 这个是我们一般的 把失证的分成的早期 跟晚期 你也可以把它分成是 轻度 中度 跟这个重度啊 好 那这个简易功能的 这个30条题目 主要是什么了 这个10条题目呢 是 这个测这个人 对方向的一个 orientation啊 这个 是不是应该翻成方向 我也不太知道 这个是orientation 就是 今天是几月 几日 今天是 周 七天里面的哪一天 今年是哪一年 季节是什么 你现在所在的地方 在几楼城市县 省这些呢 加起来你一共10分啊 这个呢 就是注册了 注册的意思就是说呢 告诉你一件事情 那你把它记住 短期的记忆叫 叫 registration啊 就是 我给你上的东西 说一个球 一个棋 一面棋 一棵树啊 ball flag tree 那这样之后呢 就请你重复说一下 那你马上能够说出我讲的这三个 你能够说ball black tree 那就有三分了 如果你忘掉其中一样 你只记得这个球 其他两件都不记得 那你就只记得一样 好 那我该再跟你这个 清楚 希望你这个记住 需要记住呢 就这个 这个 有三分啊 这个注意了 第三个是注意 从100开始减7 就是100开始减 subtract 7 from 100 and continue to do so 那你呢 就是从100减7 93 93 再减7是86 86再减7 79 然后72等等 一直下去呢 你就是这个 是测试你的注意力 第四个呢 就是问你短期的记忆了 就是刚才我讲的三样东西 你记得是什么啊 你说呢 求奇数 那就是记得的 你不能随便用另外三样的 他给你这是 他这个测试是求奇跟数啊 好 那第五个呢 是语言 语言呢 就是给你看那个签 你看看这个 还是叫他重复一句的话 那这个句话是讲什么 然后呢 这个叫你读一句话 看写一个字这样 有八分 然后这个视觉的空间 是我刚才讲这个 这个图形啊 辨认一个图形 画一个交叠的五角形 这个是一分啊 所以一共加起来呢 是三十分 这个交叠的五角形呢 就是这样 那请他也画出来 照着你这个画出来 那这个 一般有这个失事症的病人 就不会画的 两个这个案例啊 第一个呢 就是一个七十五岁的一个女人 开始的时候呢 忘记这个关炉火 那丢东西啊 这个找不到东西 所以叫他家人这个 觉得这个不安的呢 就是他做梦啊 做梦呢 看到死去的家人 举例他已经死去 好久的母亲 还是呢 这个朋友 还是其他的亲人 开始呢 就焦虑跟紧张 家人就带他来看医生 看医生的主要呢 是认为啊 那个人呢 在梦中看到死人 他们认为呢 说这个病人马上呢 就要死 看到死人 是认为说呢 病人马上就会死 这样 他说呢 这个是一个迷信嘛 这吐掉呢 就会可以把这个症状呢 来减少 那是什么呢 是这个 也是一个扣扣的人 是一样 免去的 嗯 OK 那我讲话的时候 别的人就不要讲话 如果你能够把所有的声音都 啊 这个关掉的话呢 可能呢 比较这个合适啊 好 那这个Respital呢 就是 也有个翻例叫利培酮 每个药都有两个名字的 一个呢 是他化学的名字 就是我们叫这个 chemical name 另外呢 一个呢 就是品牌的名称 就是这个药厂 开发这个药的时候呢 给他一个名称 那这个Respital呢 是这个Brain name Respital呢 是这个化学的 Generic name 那就开给他吃0.5的 这个 每天吃0.5的毫克 0.5mg 晚上吃 他呢 这个就没有再梦见死人了 那大家就很高兴 50岁呢 开始出门迷路了 走路这个中期嘛 那就开两个药 我等会介绍这两个药 就有效 可以呢 这个 最少有一两年的时间 没有迷路 81岁的时候呢 开始怀疑别人跟家人 偷他的钱 跟家里的东西了 要把这个Respital呢 加量了 加量加成一个mg 一个mg之后呢 这个 这种的怀疑呢 就 这个消失 这种妄想 这种的delusion呢 这种错觉啊 就消失了 85岁的时候 大小便失禁了 就晚期了 就需要呢 住老人院了 这个是 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一个88岁的女人 跟两个女儿一起住 这两个女儿没有出嫁 已经是四五十岁的了 跟这个陪着 一直陪着母亲 从十几岁来美国之后呢 就 跟母亲一起住啊 那三年前呢 这个老人呢 就开始失去这个记忆啊 这个忘记关炉火 这个等等这种的情况 两年前呢 这个精神的症状就明显了 失眠 夫妻没有胃口 怀疑女儿谋害她 偷她的钱下毒 那她的家庭医生呢 是一个美国人 开这个安眠药 短期呢就有效 后来呢就没有了 这个是安眠药的问题啊 一般的这个 这种的情况 不应该用安眠药 那这个家庭医生呢 发现这个 安眠药已经没效了 就 转介给这个美国的 这个精神科医生 但是呢 这个女儿带她去呢 就发现了这个语言不通 问她很多的问题呢 就不会回答 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 简历这个功能检查 这个MMSE 有中文翻译的 广东话的有 普通话的也有 但是呢 这个美国人当然就不知道 她怎么知道 什么是 粤语 什么是普通话呢 所以呢 这个 看了两三次后呢 这个 这个老人就不肯去 这个女儿觉得呢 这个没效 没效就不去了 你看那家人的痛苦 纠结了两年呢 每天呢 几乎都 看她不肯吃东西 变得很瘦 失眠哭泣 而且呢 这个怀疑他们呢 偷他的钱 终于呢 最后找到一个 精神科医生了 那这个 会说这个 中文的 于是呢 就因为她这个失眠嘛 所以开一个药 叫 瑞美龙啊 来 瑞美龙也叫这个 米淡瓶啊 就帮助她的情绪 失眠跟胃口 然后呢 加一点这个 斯瑞康 斯瑞康呢 也叫这个 龟流瓶 帮助她 这个消除 这个怀疑跟 帮助她睡眠 结果呢 这个 很快 这个睡眠 胃口跟情绪 都转好 怀疑消失 一年来 情况稳定 肌疑没有 但是也没有恶化 所以呢 最近这一年呢 也是情况好很多 好了 那所以这个 我刚才讲这个 阿尔斯海默斯症 这个 这个是一个神经系统 这个衰退的一个 疾病啊 这个气质性的疾病啊 造成这个心理的疾病 不是一个 本身不是一个心理的疾病 虽然呢 这个绝大部分的病人 还是我们精神科的人看的 那么基因 这个是一个基因与环境互动 造成神经系统 退衰退的一个病 目前呢 基因变异 已经找到了 最少四处啊 那这个最有名的 叫FoE啊 这个这个基因呢 它的这个 有四个形状的 这个E4的变异呢 增加了这个 得这个AD的可能性几倍啊 所以不是说你有这个基因呢 就一定得这个 得这个病的 这个只是呢 基因执增加这个 得病的几率 得病的可能性啊 得病的prevalence 这个这种的想法呢 在中国人的里面呢 很难这个 很难这个 说得清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举个例子 我们以前教会有个牧师呢 他说呢 这个 打这个疫苗呢 我跟他说呢 这个应该这个 打这个疫苗啊 这个这个 COVID啊 这个新冠 应该这个疫苗 美国的疫苗呢 应该是有效的 好 他就说呢 这个打了也会死啊 为什么要打了 那我说呢 这个是一个几率的问题 意思说呢 这个你打了之后呢 不一定就不会死 只是呢 这个死亡的可能性 就降低 很多是这个想法 好 那同样呢 这个APPLE1的基因呢 不是说一定就不会死了 不会得这个 死带症 只是呢 他增加这个可能性啊 这个 为什么说不清楚 我也 我也不知道 我就这样讲过了 你听了之后觉得 不能说服你呢 我我也没有办法 好 那有没有其他的 这个环境诱因呢 这个 现在的想法 就是说呢 可能跟这个锻炼有关 也可能跟你学习 跟动脑有关 所以呢 每天锻炼的人呢 这个 走路走 这个 几千步 一万步这种呢 就比较这个 不容易得这个 比较相对不容易得这个AD 有大学毕业的人呢 这个比较不容易得这个AD 就是因为呢 这个脑子呢 受过训练之后呢 比较这个 怎么讲呢 就是比较有这个 抵抗这个衰退的这个功能吧 我想 如果这个社交活动 比较这个 有社交活动能力 不是这种性格孤僻 这个看到人就躲起来 这个教会从来不知道呢 这个人有一个配偶这种 那这些人呢 就是比较呢 这个 会这个 比较难 比较难 这个 得这个AD了 营养有没有 有没有关系呢 这个实在搞不清楚 很多的理论 很多想法 很多的说法 但是呢 这个证据呢 就很少 你听到常常呢 这个 有人讲说呢 你四点钟之后 不要吃东西 这个理论很多啊 这个每十年都有新的理论出来 我这个六十年 呃呃呃做这个这个 呃这个摄食证啊 这个不同的理论啊 六十年前就已经出来 从来呢 没有一个 呃这个 呃清楚的根据啊 那为什么这么困难呢 我们吃东西 啊这个种类很多啊 要真的是做清楚的研究呢 就是很困难 所以我发一个问号在这里 好 那有人说呢 这个你你这个锅呢 不能用这个 呃 鲁鲁鲁鲁的锅 这些呢都是他们的幻想 啊 他们可能呢 这个买了股票呢 这个公司不是做这个 呃呃 这个鲁鲁鲁鲁的锅的 所以他不要你去买 这种的想法 背后有别的理由的 详细的成績呢 需要更多的研究 我就很会了 我讲一讲 所以基因现在找到四处 一个是Apple E4 Apple E4在我们的软色体第19上面 我们有23对的软色体 PS1带14PS 在第1APP 在第21APP 跟这个唐氏症的 基因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发现 所以这四个是现在知道的 以后会不会找更多 我想肯定是会的 好 然后我讲一讲这个药物的治疗 那现在这个目前的第一代的药物 只能够减慢这个基因率退 大概两年之后就没用了 它的功能在哪里 第一个 第一种的药呢 是叫Donepecil 就是这类的药了 Donepecil是化学的名称 这个本牌的品牌的名称 的brand name 也叫Aericep 那也有别的类似的这种的药 它的功能是消除这个acetylcholine esterase的功能 那为什么要有用了 因为它这个acetylcholine esterase是breakdown 就是这个消化这个acetylcholine 这个acetylcholine呢这个是帮助你肌的一个这个受体啊这个介质不应该是受体应该介质啊一个这个neurotransmitter 所以呢这个又是打错了这个是增加肌的介质啊增加这个acetylcholine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第一类现在用的药 到后来呢慢慢就没用了 第二类的药呢叫这个美金钢啊 Memantin也叫Namanda Namanda呢是一个NMDA的blocker 为什么有好处了 它估计呢是保护这个脑细胞不要呢受这个伤害 大概呢也是两年的效果 所以两种药呢加起来呢就比较有效啊 那这个acetylcholine esterase 就是这个donapis这类的药呢这个负重比较大 这个在我手上呢这个美金钢呢这个负重呢是很少 现在呢这两个药呢已经出来呢有30年了吧 我想那这个第二代的药物呢就是所谓呢 单科隆抗体的monoclonal antibody 这个monoclonal antibody呢在实验有很多种 在实验室的里面呢都可以招除这个大脑的板块啊 就是remove这个plugs啊 但是呢在实际的临床上面呢 倒不一定因为它在实验室里面有这个功效 在临床上也就同样有 但是呢有两个呢确实是应该是有效的 在2022年去年的时候呢 FDA在社会压力上呢通过了Biogen这个药厂 这Biogen在这个Boston啊 Biogen药厂出版的一个叫 出产的一个叫Aducanumab 但是这个药其实这个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现在呢这个很多人都批评这个FDA呢不应该 这个通过这个药 保险公司呢也不这个配合啊 不不 这个支持付费啊 不付费 可是呢有另外两个单科龙抗体呢 很可能是有效的 已经失败了很多个的了 但是有两个呢确实是有效的 第一个呢是叫 Lecanumab 是这个 A-Sci 是日本的一个药厂叫A-Sci 跟这个Biogen合作 呃造的 第三期的结果 我下面讲什么叫第三期啊 第三期的结果资料看来呢 应该是有效的 所以FDA呢在上个礼拜 1月5号的时候呢 通过呢可以在专家手下来使用 究竟这个详细的 呃谁来使用这个 呃我自己没有呃清楚的看过 呃等他的这个呃 这个真的是上市之后呢 再来研究吧 他通过呢主要是是早期 就是我刚才讲这个20到26 那个期的这个AD的 晚期又没有用这个呢 就呃要等资料出来了 这个药呢是需要呃呃 IV这个injection的 不是用口服的 副作用呢可能造成脑细胞的 肿胀啊就是brain cell swelling 跟这个脑疫学呃是不是呢 就要再看了 在medicare呢现在呢 是否愿意付费呢 没有决定这个呃一般的治疗呢 好像是这个一个月要 两万呃四千块钱 这个lecanamate 好那另外有一个呢叫 donanamate呢是依赖利率的 这个药呢 这个药呢这个呃这个呃第二期的这个这个效果好像很好 而且在实验室里面呃消除这个斑块比其他的这个 Monoclonal Antibody 都看起来好像有效 第二期的数据 已经出来了 第三期的还在等 FDA的批准 所以可能要到明年 才上市了 目前还有其他 正在第二期实验的 有些是 也有些是通过别的机制的 这些就可能需要 四五年之后才能够上市了 不过无论怎么样 现在看起来是比较有希望 就是说这个治疗 AD比较有希望 能够通过不同的机制 一方面来消除这个斑块 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消除 另外一方面可能 增加你身体的抗体 来对付这些的 这个 垃圾 这个细胞里面的垃圾 好了 也可能对其他的 失之症有效 当然的关键就是 这个有效有多大 跟这个安全性跟副作用 有多少 这个是所有药物的 这个需要 这个通过这个审核 就是因为他的安全性 跟他的有效性 必须是有证据的 这个是我们中国 很优秀的几千年的中药 这个中药几千年的这个经验 老中医几千年的经验 秘方偏方这种 很多人觉得非常有效 我这个2019年在北京的时候 就跟一些人讨论过这个事情 他们觉得 美国跟西方用三期的审核 是不需要的 我们中国优秀的文化的里面 不需要用这种的手段 这个是说不清楚的事情了 好那么 所以我盼望大家知道 这个审核的过程 这个需要胜过三期的这个实验 世界每一个国家 都有FDA的这种的管制 Food Drug Administration 这个美国叫FDA 别的地方有别的名称 来管控 来管控这个药物 在自己国家来上市的 但是这些国家的FDA 并不独立审管控这个药物的研发 而是根据五个 世界上面五个FDA 是这个控制这个研发的过程的 那所以其他国家 世界上面180个国家 这个只有五个 170多个都是靠 这个其他国家 这五个FDA的数据来批准 所以中国他并不审核自己的 在我知道了 这个多数大概就不好了 在我知道是没有这个 独立审核这个 每个药物的这个有效性 跟这个安全性的 所以他的疫苗这些 没有这个三期的选择的 三期的审核的 那苏联的也没有 这个所有国家都没有 那这个五个国家是什么国家了 这五个国家呢 其实呢就是这个 就是呢这个 美国加拿大欧盟 澳洲跟日本 这五个地方呢是 独立审核他们 研发的这个药 那么 举例如果是一个药 在日本这个得到日本的FDA通过了 那来到美国 美国呢是 仍然是需要他呢提供 他自己觉得满意的资料 才能够通过的 所以呢 在美国很多是 的药没有 欧洲的药没有 我举个例子 那个 有个药叫阿哥美拉丁 阿哥美拉丁呢是个很好的一个 看起来是一个很好的 这个抗抑郁症的药 但是在美国没有这个药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欧盟的这个药厂呢 不愿意呢 这个花钱呢 在美国 申请这个FDA的这个批准 所以呢 他不肯呢 这个 参与这个美国的FDA的要求的审核 所以呢 就没有得到这个通过了 另外一个药呢 是这个 是这个分裂症的 叫这个 一下忘掉名字 这个呢 这个没有这个通过的 那所以呢 在你如果有朋友在中国大陆的话呢 这个 他们呢 叫布朗瑟林 布朗瑟林 在美国是没有的 但是呢 在中国有 那为什么在中国有了 因为呢 日本在中国 这个中国里去接受日本布朗瑟林的 这个研发的资料 就通过可以在中国用 但是美国呢 不肯接受这个日本研发布朗瑟林这个 资料 所以呢 他要求这个日本的药厂 提供新的资料给他来审核 日本 日本这个公司觉得这个费用太大了 这个钱花了可能赚不回来 所以呢 他就不肯 这个提供这种资料 所以美国并没有通过 所以美国有很多药 这种资料是没有的 但是呢 在中国呢 什么药都有 因为中国呢 不需要这个自己这个独立的审核 他就靠其他地方的这个研发的资料呢 就来通过了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分别 好 那所以呢 这个你要知道呢 在美国的这个药呢 是这个非常严格的这个审核之后呢 才通过的 这五个FTA呢 基本上面呢 都需要通过三期的研发 一般需要十年 除非特殊的情况 虽然呢 这个疫苗呢 COVID的疫苗呢 就是加快的 但是这个是一个特殊的情况 一般的药呢 需要呢 这个12年非常大的一个经费呢 才能这个被接受 那这三个三期的研发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基础的研发 就是在动物实验的里面 跟生产生产这个制造的规格上面 有很严格的要求 如果这个药厂 这个提供出来的药是5mg的 那么这个FTA呢 就是用这个5mg来做这个 审核的这个标准 你不能说呢 哦这个5mg有效 那我就把它呢 变成10mg也可以上市了 不行的 你要10mg的话 你另外要提供这个资料 所以在生产的过程呢 是非常严格的 那最近的是 这个印度不是这个 出一种药 出一些药 这个拿到非洲跟这个 中亚去这个用吗 用的时候呢 这个小孩就瞎眼了 这种死亡了 这种就是这个 印度呢 没有这个FTA独立来审核他自己国家 不想要批评啊 好 那所以呢 第二呢 是一个第二个 这个过程呢 是初步单向的安全有效的测试 一般呢 先用这个大学生 然后呢 用这个病人 看看这个药呢 在这个单向的情况之下呢 是不是有效 第三呢 就是所谓双芒的研究了 研究呢 就是一般的病人呢 吃药 一般的病人呢 吃跟内 跟药相似 看起来是一样的一个药 但是呢 其实是一个糖 其实是一个乳糖 这个Lactose 一般是Lactose 也有别的这个成分 那么这种的所谓双芒研究 就是医生不知道 这个药是不是这个药 还是糖 病人不知道吃的是糖还是药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排入这个心理的作用了 如果你吃了糖之后 你说呢 这个手发红了 左手发红 右手发黑 这个头上发热这种呢 这个就是心理作用了 这个心理效应 但是呢 这个心理效应呢 在这个 必须要在双芒 这个研究的里面来排除的 不然的话呢 这个可能呢 这个医生 买了很大的股票 就推这个药 说这个药很有用的 是这个几千年 这个秘方里面找来的 你吃了之后 你就觉得就很有效 这种其实呢 都是心理效应 在美国呢 这个就没有的 是有效 就应该有效 不是有效 就应该不是有效 所以呢 我举个例子 最近这个俄罗斯呢 在推他自己的新冠疫苗啊 但是呢 这个药的上市 没有三期的测试的 就是不知道呢 在双芒研究之下 他这个新的 新冠疫苗呢 是不是比这个糖水更有效 那么这个川普做总统的时候呢 多次呢 说这个 chloroquine 叫青绿腿啊 chloroquine呢 对这个新冠病有效 他说了不知多少次啊 公开的说呢 这个chloroquine是有用的 这个就是对这个三期的实践不了解啊 那这个他的助手叫彭斯啊 也是不了解 所以这个 我不要多讲了 那中国的我已经提过了 多说呢 就可能呢 这个 有风险了 那所以第一期呢 12期是 8期是什么了 第一个呢 就是R&D了 你要把这个药的成分呢 发展每一颗药呢 是一样的 我去北京 有一年去北京啊 这个 好像是2012年去北京 那我自己发烧啊 因为感冒发烧 那我没有带这个 退烧药 我就跑到这个 这个同仁堂去 看看他们有什么 香类的药买过来吃 那我找到两种 都是对这个感冒 跟这个退烧是有用的 我打开 我买了一种回家 回到旅馆打开看 说明书上说呢 你可以一天吃一次到四次 每次吃一颗到四颗 那这种呢 就不可能的通过这个西方研发的 意思说呢 你怎么可能一天吃一颗药 跟一天吃16颗药 都是一样的效果 那你想有没有这个可能了 这个就是我的意思了 所以中国人的四药三分毒呢 这个是对这个西方的这个药的研发的过程跟证据 没有了解 那我盼望呢 这个那为什么呢 我们中间这个PhD啊 几个PhD的人都很多 但是呢 对药啊 这个心理啊 这种的了解呢 是没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中国呢 是没有药科的 而且呢 这个中国呢 是没有心理学的 那这个社会学的 的这种啊 所以呢 是那个讨论起来呢 就很困难了 但是呢 当然这个是中国优秀的文化 我讲多了 可能呢 就送去新疆就不是太好 我我其实没有去过新疆 不过呢 这个如果是被请去啊 免免费去受 在教育跟这个旅游啊 我就不是太想啊 最少不是我的选择了 所以第一呢 这个第一期呢 就是研发期 第二呢 就是临床前期的动物实验 现在呢 很多讨论说呢 这个不要伤害动物 所以呢 这个想要把这个 这一期的这个实验呢 来除去啊 这个以后会怎么决定 我不太知道 那然后呢 就是临床第一阶段 就是用这个 你们的小孩 就是大学生 你说我的小孩 从来没有做过 就是因为呢 他做了 他也不告诉你 那怎么做法呢 就是这个 这个答应这个 来参加这个第一期实验的人呢 就啊 这个 做了这个测试之后呢 很多的这个身体的检查之后呢 他早上呢 七点钟就到这个药厂去 这个医生在跟他做测试 然后给他吃一颗药 吃一颗药之后呢 他可以在这个实验室的里面呢 这个办公室的里面呢 打滚 他可以呢 打关斗 他可以呢 这个运动 他可以做瑜伽 他可以做这个电脑 他可以看电视 他可以 他做什么都可以 就是不能离开这个办公室 然后呢 这个在里面也可以吃东西 他会送东西 送饭菜给你吃 吃了之后到这个每个小时 他进来看你一次 看你 看有没有这个眼睛 发黄 手发红 这个 头发热这种 那然后呢 就啊 每个小时测试之后呢 下午六点钟 如果还是活着的 还是可以走动啊 跳 打关斗 这种的 那就 这个 写一张试票 一千块钱 现在的公价呢 是一般是吃一颗药 就是一千块钱 所以你的小孩呢 可能是参加过的 但是呢 他没有告诉你 第一他不要你这个 知道他赚一千块钱 你要很多问题 问他说你今天换钱怎么用啊 这种 他不喜欢要告诉你 那所以呢 就不告诉你 有这个事情 但是呢 美国的这个 第一期的实验呢 基本上面呢 没有大学生的参与呢 是不能做的 好 那么 这个第二期呢 就是做病人了 第二期呢 这个病人呢 要签字说呢 我知道这个药 是一个 experimental的药 那然后呢 这个吃一般呢 现在这个 抑郁症的药呢 都要 8到12周 最少是8到12周 那么 吃了之后呢 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跟安全怎么样 负重是什么等等 第三期呢 是双盲了 就是呢 这个 600个病人 300个呢 吃药 300个呢 吃糖 然后呢 这个两组的人呢 来比较 这两组的人呢 不知道 谁在吃 药还是吃糖 这些呢 都是 所以叫双盲嘛 就是病人不知道 医生也不知道 这个 测试的人也不知道 等等啊 好 那么 到了这个中期的时候呢 做到一半的时候 一般FTA呢 需要你这个 打破这个密码 先看看呢 这个 300个人里面 150个吃药之后 效果怎么样 负作用怎么样 一般 150个吃糖的 效果怎么样 这个 负作用怎么样 如果这个明显 这个药是没效的 而且这个 负作用很大的 还是负作用很 那这个实验呢 就不能做下一半了 所以呢 这些都是很严格的 这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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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理 好了 那么 反正呢 这个做过 三期实验 发现了这个药呢 确实是比这个糖 有效 不是心理暗示 而且呢 这个药的这个 负作用呢 跟糖的负作用 相对来讲呢 是 合理的 最少呢 是可以预测的 那这样的话呢 药厂呢 就可以去FDA 申请这个批准 FDA呢 就讨论好久之后呢 通过这样 所以呢 这个我刚才讲 说这个 就是因为在这个FDA呢 当年呢 这个去年呢 受这个 社会上面 很多的这个 权力组织啊 这种 这个 People's Group 这个说呢 这个我们已经30年 没有这个 新的 抗AD的药了 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药 你一定要通过 在很大的这个压力之下呢 结果呢就通过了 现在呢 这个我想呢 是这个 出很多问题了 无论怎么样了 这个 这一次通过的 这个叫 Lacanimate呢 倒是 应该是有效的 好了 那然后呢 就可以批准使用 批准使用之后呢 还有售后追踪 意思说呢 这个 药如果出 这个 美国有大批的律师啊 在关注这些新药 所以你看这个电视呢 有时候他会卖广告说 你吃过这个药吗 如果你吃过 出过这个药 你现在可以来联系我们 我们现在在诉讼 那这个 如果诉讼成功的话 你会得到一笔钱 这种 那所以呢 这个 这个 药有三分毒呢 那就是 这个药厂要破产了 那如果这个药厂 这个 药通过之后呢 这个 售后追踪 发现是出问题的 那这个是 这个是可以造成这个 FDA把这个 允许来撤销 以前做过 以前是很多 这个 不是很多 这个 偶尔呢 总有一两个药 举例一个 一个 这个 止痛药 等等啊 这些呢 是这个 在好像16年的时候呢 是 撤销的 那这些呢 就是售后最终的 这种 美国的 这个 西方的 这种的 社会 经济 社会的 这个 优点啊 就是呢 他有这种的 制衡的 这种的 不是呢 这个 这个 某主席说了 就算数 那所以呢 这个 这些呢 就不是一般 这个人了解啊 这个 中国的 这个公民在美国呢 对这个 社会的情况的 了解呢 是 好像是 有的 这个戴了 某种的 眼镜来看的 那所以呢 这个 我盼望 大家知道呢 基本上面了 所有的 这个 美国的药 在上市呢 能够上市呢 医生能够 开给你 都是 应该是 有效 跟安全的 如果是 出问题的 他会 这个告诉你的 他会在说明上面 写清楚 而且会管制的 所以呢 举例 这个 安眠药 跟镇静剂 你吃的 Xenex 吃的什么 这个 Lorazepam 就是这个 Clonazepam 这种的药 都是有 这个 安眠药 镇静剂呢 都是有 我们叫 Schedule 4的 他是要控制的 因为呢 他可以有 这个 上瘾的 这个可能性 那其他的药 没有的 只有这 这类的药 是有的 所以呢 这类的药呢 他虽然是通过 但是呢 这个使用上面呢 还是 需要 这个很小心的 当然 就是在这种的 控制之下呢 也可以出问题 这些呢 我们就不讨论了 好 我很快讲一个例子呢 这个是图幽幽的 这个 历史 大家记得呢 2015年 如果你2015年 已经生下来的 那你会知道呢 有个叫图幽幽的人 他是得这个 挪贝尔奖 他得挪贝尔奖呢 是研究这个 轻耗素啊 对这个 虐极有效的 这个呢 这个人在 外国 在国外 非常受尊重 在中国呢 这个一般人 都不愿意提 那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送金江的 一个 一个 一个理由了 我就不详细讨论 他 那这个图幽幽呢 这个 计划呢 为什么要研究 这个轻耗素了 因为呢 1967年的时候 这个越共呢 就跟美国在打仗嘛 那当年是越南战争了 死掉 在这个 虐极下 手下死掉的人 不知道多少 于是呢 他就向周恩来呢 这个提出 要求说 请你中国 用你们的资源 来帮助我们 那周恩来呢 就说了好 我们定一个计划 叫523计划 那就请这个 图幽幽呢 来领导 幸亏是请这个 图幽幽来领导 是请一个 老中医用秘方 偏方的 那就大概就 还是不要讲 那么这个计划呢 14年完成了 这个图幽幽呢 采用的是我刚才讲的 这个八个这个阶段的 头四个阶段 那为什么只用 头四个阶段 我等会再解释一下 好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R&D了 他是怎么做R&D啊 他收集了2640个 可能对间歇性发烧 有效的中药处方啊 这个 虐极是有时候发烧 有时候不发烧的嘛 所以episodic fever 这个中药里面呢 他找到2600个药方呢 是号称呢 是对这个间歇性发烧是有效的药方 然后呢 从这个2600个药方的里面 药每个中药的药方都有很多种啊 但是有很多是重复的 大概呢 有380个个别的中药 他就把这380个个别的中药 用这个西方科学的方法 把它提炼出来 提炼出来呢 然后呢 这个进入动物实验啊 这个 用这个R&D 这个 研发出380个药之后呢 每一个呢 用来做动物实验 动物实验的好处 那虐极的好处呢 就是因为呢 老鼠跟这个猴子呢 都有这个 虐极的 所以呢 如果这个猴子的 老鼠的我不讲了 猴子的虐极 如果这个药吃了有效呢 对人的虐极可能就有效了 所以第一层的研究呢 他做很严谨的这个R&D 2600个药方之中 提炼了380个个别的中药 每一个来试 所以第二期呢 动物实验了 动物实验呢 这个380个中药的里面啊 只有一个用冷水提炼的轻耗素呢 对猴子的虐极是有效 这个你在网上面可以查得到的 这个不是我这个 有什么这个 特殊的手段 拿到这些资料 你一查就查得出来的 第三个 阶段是临床第一期安全实验 他不是用大学生 他没有1000块钱给这个 你们的小孩 他是用自己来做实验的 他就自己吃了这个药 发现呢 吃了之后呢 这个没死 也没有病 就请这个同组的里面 40几个人呢 一起来吃 结果呢 这个50个人吃了这个 轻耗素之后啊 都这个 没有到问题 没有问题 好 那所以第三期就这样通过了 第四期呢 就是 单向的这个 像这个 用这个 虐极的病人呢 来做单向的实验 他没有双盲的实验 那么这个心理效应呢 在这个 这个你手发红啊 这个脑发胀啊 脑发热这种呢 这个手发黑啊 发青啊 这种呢 这个就这个 很容易啊 但是呢 这个虐极有效呢 就心理效应的可能性就很低了 所以呢 这个还是可以理解的 结果他做了这个很多的病人 单向的实验之后呢 证明这个轻耗素 是这个有效的 所以呢 他1981年就发表 六七年到被验 十四年了 做四个 呃 程序 用了十四年的时间 我要提醒你 四个阶段 严谨的研究里面 发现 380个个别的中药 都说都说自己是老中医啊 这个呃呃 秦始亡时代就已经有的了 这个呃 神龙氏的时候就已经用来 这个治这个虐极的 380个中药里面 只有一个是对虐极有效 我希望你知道啊 这个陈述是很低的 第二 所以呢 研发中药也应该照西药客观 研发审核的程序 不是照中医的原理 几千年的经验 还是老中医的偏方跟立方 现在呢 很多大学都有中医的 这个系学系的 我们香港大学 我毕业的香港大学 呃 在呃 中国政府的压力之下呢 也成立了一个 中医的这个 学系 但是这中医学系里面 都是讲理论 他从来不做这种的研究 从来不做这种的 这个呃 呃 八个程序的实证 那你说这个应该办来做什么呢 就是又是送新疆的另外一个理由 我说去新疆呢 是有很多门禁的 啊 你要去新疆的话 是很容易的事情 好 那么免费去啊 啊 最后呢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整个过程非常昂贵啊 也不灵活啊 我在北京的时候 跟一些人讨论 他们就说 你这个西方的 就是你们西方的人很笨嘛 这个很愚蠢啊 这个这个头脑不灵活啊 所以呢 这个你用就要用十几年呢 呃呃 八个程序来做这种 我们不需要的啊 我们就靠中医的这个原理 呃经验跟这个秘方偏方就可以了 那 是不是我不知道啊 可是 为什么要这样用呢 就是没有其他的选择跟途径啊 那现在是有 这个有点改变啊 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啊 那我说呢 这个西方药物的研发啊 一般呢 呃这个 你说呢 在一个药在某地方上市呢 一般呢 最少是通过五个FDA里面一个的 那美国自己呢 是他要独立审核的 他他不可能接受别人的这个资料 安全性跟有效性 需要双盲研究的这个证明的 因为呢 是安慰基啊 也可能有一效的 也很可能有 并且很可能产生副作用 是手发红啊 这个手发青啊 这个手发绿啊 这个头发热啊 这种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心理效应嘛 所以有效性 不单是心理暗示效应 不是偏方秘方 几千年的经验 安全性是有根据的 所以精神科药物的安全性 有效性 有客观的根据 可是需要病人 对这个治疗有信心 肯与这个医生来配合 医生需要有戏巧 有耐心跟有经验 华人社会对刷盲实验不了解 严重缺乏精神科医生 父母不容许孩子选择精神科 我有几个学生呢 我在美国做教授已经四十几年了 这个有好几个这个华人的学生 想要读这个做精神科的 可是呢 跟他们的父母讲了之后呢 要不呢 这个父母就说 那你以后这个学费就自己付了 要不呢 就说呢 那我去跳楼 跳海 跳河 跑到这个 这个death valley去 这个 这个就在死在里面 这个 这个 吃药 吃毒药 自杀 吃老鼠药 自杀 结果呢 这些小孩呢 都因为这样的缘故呢 就就不肯做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你们 这个 可能比比我更清楚啊 对精神病呢 恐惧 回避 否认 歧视 不接受这个治疗 这个是我做 六十年也没有改变 话说回来了 最近美国FDA呢 开始啊 对有些精神药物的管制呢 放松这个是很担心 值得担心的事情 那为什么美国要这样做呢 这个 我们没有时间讨论 好 好 那我刚才讲说呢 这个 失智症的治疗呢 最近呢 有两个 Monoclonal Antibody呢 丹克隆抗体呢 是很可能有效的 那所以这个 我们等一下了 大概呢 这个到年底的时候呢 最少一个呢 就能够用的 但是呢 除了失智这个症状之外 病人可能需要药物 治疗 来针对焦虑跟抑郁 来针对这个大喊大叫 行为情绪的失控 跟呢 真正这个怀疑 恐惧跟妄想 这种的幻听啊 这种的 这个症状的 好 那所以呢 这个我本会会讲一讲啊 而且呢 这个病人当然需要扶持 照顾跟爱心 跟关心 这个不需要我讲啊 可是呢 这个照顾者 自己容易被烧尽的 burn out burn out 是不是叫烧尽呢 这个burn out呢 就就不好了 所以呢 这个 如果你是在照顾一个 这个AD 还少人失智的病人 我希望你能够 这个照顾自己 所以呢 需要照顾自己 知道自己的界限啊 这个boundary啊 这个limit啊 在哪里 自己也需要扶持的 到这个病人大小便 失控的时候呢 一般呢 你家里照顾就比较困难了 这个 我想你会出问题的 所以呢 应该考虑住老人院啊 在美国住老人院的困难呢 就是很多老人这个 讲英语的 这个老人院的这个水平啊 也不太一致啊 所以呢 这个 如果你有这个long term care的保险呢 那你变成可以选择这个 比较好的这个 老人院来 照顾这个病人这些呢 这个我想你 你跟你这个保险的人呢 谈一下经济呢 保险的agent呢 谈一下这个比较 比较好了 那失智者的这个药物治疗 除了失智的症状以外呢 基本上是四样啊 第一个是抑郁症 depression 抑郁症的这个症状 我就不提了 一般用的药物呢 就是用prozac类的药物 是一个清色胺类的药物啊 这个有很多种 Alexapro啊 Zoloft啊 Pexel啊 这个 其他的这种的 这个 不同的这个 药物啊 可以用 都是用这种药 假如是失眠 还是早醒的 如果你的 这个 病人呢 是 这个抑郁症 除了抑郁之外呢 还有失眠的 那应该呢 加一个药 叫Rameron 就是米蛋瓶啊 Metazepin 假如 这个用了 这两个药 效果还不理想的 那应该呢 考虑加一个药 叫 Belifin 尽量避免 用安眠药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安眠药 吃了之后呢 头脑会紊乱 这个绳子会不清啊 这个是 这个 所有人都应该知道的 所以呢 这个这些药呢 都是我们所谓叫 schedule 4 就是这个理由 好 那焦虑症呢 是担心啊 这个 很多的顾虑啊 这种呢 那也应该主要是用 抗抑郁症的药物 就是我刚才讲 这个prozac 类的药物 Zoloft Nexapro Citalopram 这类的药物 假如效果不理想呢 就应该呢 加这个 Abilify 还是Cerop 意思说呢 这个焦虑呢 这个症状 如果是用了 这个prozac 类的药物 控制不住的话呢 那Abilify 跟Cerop 低量的 小量的药呢 就应该是 有帮助的 避免用镇静机 比如Xenex Activant Kronopin 这种药呢 最好呢 人偶 不要用 这个Buspa 是有某些 这个医生 很喜欢用的 这个药呢 是一个 振兴 经济 跟股票市场的 一个药物啊 这个 我就不多讲了 好 那么 妄想 第三类的病呢 是妄想 怀疑就觉得呢 你下毒啊 这个 在讲他坏话 在咒骂他 在这个 跟踪他 再用电视 在监控他 在下毒 给他 这种 那一般呢 用Abilify 还是Respital呢 低量呢 就有效的 假如是失眠的话呢 可以加这个 Serif 如果是失控了 就是双向症的症状了 那应该呢 用这个 情绪稳定的药物 就是 丙骨酸呢 也就得八斤 也可能需要 加上这个 Abilify跟Respital 这些呢 就要看这个 个人的情况 假如用了 这个抗疫的药物的话呢 你应该注意呢 会不会这个 造成这个 双向的情绪波动 跟 躁愈的 如果成的话呢 就要 加上这个 情绪稳定的药物了 这些呢 就是要看这个医生 虽然呢 这种 症状呢 是很好治疗 但是呢 需要治疗 也需要知道 怎么治疗 我举个例子 最近有一个 从国内的人 来问我 他说呢 他的父亲呢 这个 情绪失控啊 有时候呢 会哭 有时候会 这个骂人 打人这种 那这个 行动失控 也呢 才怀疑别人下毒啊 这些 那这个医生呢 就这个国内的医生呢 就开了这个 Zeroku 开了这个 斯瑞康 那我说很好啊 他说呢 这个医生 开了斯瑞康之后呢 也开了这个 这个莱斯普啊 那我说这个就 这个就不对了 为什么不对呢 因为呢 这个他的失控 跟这个 这个躁欲 哭闹这种呢 是这个 像 情感障碍的 一个 一个症状 不能用这个 Lexable 用了Lexable 之后呢 会这个 失控的程度呢 会 更大 这些呢 很基本的 这个基础呢 这个 因为中国的 这个系统呢 是不注重 这个精神科的 精神科的医生呢 一般都是 不要讲 这个又是新疆的危险 那么所以呢 这个 应该呢 是 中国没有人 做精神科 因为你们做 而你去做 精神科 你都要去跳海啊 就要这个 就要跑到 这个 这个 Death Valley 里面去啊 这种啊 好 所以呢 这个 我想要提的 就是说 施政里面的 抑郁焦虑 跟情绪失控 华一这种症状呢 大概呢 最少在我的经验里面 十个人里面 八个呢 是效果是可以很好 失智症呢 本身呢 盼望这个 三克隆抗体呢 是有效的 很快可以用 那就比较呢 这个 我们这么绝望了 其他的情况 一般社会上面的 疑忆症 焦虑症 强迫症 不是 不是在 失智症 病人里面的 焦虑症 这个抑郁症 跟强迫症 这种呢 其实呢 百分之九十五的 治疗效果是 你要听他前面的 整转 就是听药 没有什么意思 这个方向症呢 百分之八十的 治疗的效果 是很好 可是呢 精神分裂症呢 这个 Schesophilia呢 那导致一个问题 百分之四十的 效果好 这个 几十年没有进步了 最近呢 这个 我看到呢 有好几个新的药 是不同类型的药呢 希望呢 能够在两三年里面 能够出来 那可能呢 这个效果会比较好 那么 其他 比如说 弱智症 这个 自闭症 那些呢 这个药物 只能辅助的 人格障碍呢 如果是 Personal Disorder 药物治疗呢 这个效果是有限的 所以呢 这个精神科的里面呢 有很多的绝大部分的这个症状呢 是可以治疗的 很好的治疗的效果 不需要惧怕 也不需要隐瞒 也不需要呢 这个不告诉别人 好 预防 你快讲一讲预防啊 这个五十岁以后呢 三高呢 需要定时啊 一年一次的检查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 怎么会血那么高 做这个 血液 你血要高 血脂高 跟血糖 有没有高 这个是 一定要做的 不然的话呢 突然呢 这个 你这个 中风呢 就就 不好了 最近 这个 这种事情啊 这个不断在发生 我觉得呢 是不需要的 我觉得呢 这个三高一定要 每年一定要检查一次的 如果有三高的话呢 需要长期终身的治疗啊 所以高血药 高血糖 高血脂呢 一般不能单靠 这个营养跟锻炼的 我认得的 有两个长老啊 不同教会的两个长老 一个呢 自己还是一个医生 他第一次中风之后呢 这个 这个左边 左边的手呢 就不能动 但是呢 这个 说话还是很清楚的 为什么 我等会再讲 那么这个 半年这个福建之后 做rehab之后就好了 然后再过了两年 那我跟他讲说 你应该这个吃点药吗 他说 我为什么吃药 这个我 我每天打这个网球就可以 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打网球的一个人啊 高手 那anyway 他就两年之后 又来一次 那第二次呢 反而呢 就很快呀 就几周以后呢 这个症状 这个手灵活 活动不灵活 这种呢 就消失了 第三次了 第三次呢 再过两年 这一次呢 是这个 左手 左手跟左脚的都不能动 要做伦理 而且呢 因为这个 因为是右脑 右脑这个 虽然他语言没有问题啊 但是呢 这个右脑是管情绪的 他的情绪啊 就这个 很严重的受影响 结果呢 这个 这个后来的几年呢 是我觉得呢 是过得很痛苦 另外一个也是同样的 也是呢 这个网球的好手啊 他就说呢 这个 这个为什么要 要 这个吃药来 降这个 血脑 我打球就好 每天这个运动就可以了 结果呢 这个严重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脑溢血啊 结果呢 就 躺在床上 不能动 过几个月呢 就去世了 那么你说呢 这个人最好 不要太长病 那也可能是了 那这个 你就自己 我相信呢 如果你有三高的话呢 一般是不能单靠营养 跟这个锻炼的 好 那么 预防的第一 最重要的是 三高的预防 第二个呢 是跟治疗 第二个呢 是动脑啊 如果你能够常常看书的 这个 不是单 看 看这个电视有没有用 我不知道 一般都是觉得应该是看书的 做前置游戏啊 这些的是动脑的 对你这个 脑力的这个训练有用啊 那运动锻炼每天走 走四千步到一万步 一万步呢 大概是这个 recommended的 但是我想你要走一万步的话呢 就是走 四五米的一天呢 大概是很困难的事情 一般人是 最好对我来讲是很困难的事情 你能够走四千步呢 走四千步大概就是两米左右呢 那就很好的了 能够一个礼拜走五天 那大概是肯定是有用的 你说呢 我喜欢打网球 打高尔夫球 那这些呢 就是更好的事情 我们这些不会打的 就走路就可以了 要不就游泳 那社交活动了 不要关闭自己 个性孤僻的人呢 需要改变自己 晚乐器一般是认为是有用的 音乐呢 是训练这个脑石的另外一些的功能是 很有效的 唱歌啊 跳舞啊 那么睡眠好呢 是很重要的 现在说呢 这个深睡呢 脑电波能够清除这个读数啊 然后呢 争取接受大学教育 这个不需要我讲 你们都是大学教育的人 就不用讲了 但是呢 一般呢 这个我们盼望呢 这个读大学教育的 这个很多的研究都告诉我们 有大学教育的人呢 得这个AD的这个可能性呢 最少减少三分之一 好 那抑郁症治疗是不是有帮助呢 这个很多的精神科医生呢 好像我这种呢 就说是有用的 但是如果你说呢 是因为你要争取这个市场的经济 这个提升这社会经济 这个振兴这个社会经济 那是另外一个想法 好 那另外呢 这个营养有没有帮助呢 这个是一个 我刚才讲的很大争议的问题 一般呢 你需要有足够的维他命B12 这个是肯定的 Cd跟E跟这个folate 就是叶酸啊 吃太多呢 倒是没效的 所以你每天吃一颗这种的 这个补助的药跟减 每年呢 大概 减一下看看 你没有这个B12缺少 第一次可以查的 医药这些folate是可以查的 C跟E你也可以查 不过呢 你的医生可能不太愿意 因为这个 可能呢 比较没这么容易啊 但是呢 我觉得呢 这个能够检查足够了 那就不需要了 如果不足够 那应该补一下 多吃这个蔬菜跟水果 我想呢 这个少吃这个油啊 这个煎炸 这种东西呢 应该是有效 这个呢 是没有 没有足很多的证据了 那很可能有效 很可能 可能有效的食物 但是没有足够证据 就是 Dark Chocolate 跟不是White Chocolate Dark Chocolate 跟这个喝咖啡 那这个是我讲的 就讲到这里了 好 那么 除非你有Medicaid呢 否则你应该考虑 购买这个 Long Term Care的保险 不然的话呢 你要住老人院呢 就可能有点困难 失智病人呢 晚期需要 专业的帮助的 家人烧晚呢 需要处理 所以呢 这个社区的服务呢 就很重要了 你有这个 老人失智的病人 还是有AD的 亲人呢 那应该呢 在你的社区的里面 尽量去争取 拿这个Home Health Aid Mills on Wheels Visiting Nurse Assisted Living的设备 跟Nursing Home 有特别是有AD Unit的 那教会呢 也可能 会扶持这个家人 我已经讲了好久了 嗯 那个脑医学呢 一般是因为这个 这个血管里面的 这个堵塞 就是这个是 高血脂的这个 这个结果 那高血糖跟高血压呢 可以造成其他的这个 这个 血管的问题 我就不详细讲 这个是 这个脑医学这个 细胞死亡之后 因为血不够 没有氧气 这个细胞死亡之后呢 这个MRI呢 就可以造出来的 这个可以看到 这个你脑子 哪个地方的死亡了 好 那么一般的这个 脑医学呢 是这个Middle Cerebral Artery 就是 就是这个 这一条血管 叫Middle Cerebral Artery 这条血管 所以这里出问题呢 一般是最常见的 这个 这个 脑医学的地方 那为什么会脑医学呢 就是因为这个脑 脑子要不就 堵塞了 要不就是破裂了 这个是三高造成的 左边的脑医学呢 是因为这个 左边的脑子是 一般是管这个说话 85%的人是 左边脑子管 所以说话会出问题 所以这个 话讲不清楚 不能 说出话来 然后呢 左边的脸跟右手跟右脚 行动受影响 那为什么会左脸跟右手右脚呢 这个是 神经系统这个 跑到对面去的缘故 我就不详细讨论这个事情 右脑医学呢 就是会情绪出问题 倒不是说话出问题 因为右脑是管这个 这个情绪的 所以呢 这个 就会这个抑郁啊 这个焦虑啊 这个 要自杀 这种 然后呢 是右脸 左手左脚 行动受影响 所以这个例子呢 这个 这个呢 是一个人啊 这个手这样曲 弯曲起来 你 跑到台湾街去 你站在台湾街街口 站一阵子 你就看到这样的一个人的了 中国人呢 这个脑医学是很多的 西方人也有 但是呢 好像呢 这个心脏病 比这个脑医学 多一点 那为什么呢 我就不清楚了 但是呢 中国人的这个脑医学啊 造成这个手这样缩起来 这个压在胸口 然后呢 这个呃 脚呢 是弯的 这个行动有困难的 这个这个是 呃 我刚才讲啊 这个呃 这个人呢 是右边 所以是左脑出问题 左脑出问题 一般这个 这个话出问题 左脸这个呃 嘴歪的 那然后呢 这个呃 这个手是这样的 脚是这样的 这个是呃 要讲 所以盼望呢 大家呢 就最好呢 这个三高呢 定期去检查 然后呢 有的话呢 就呃 每天用吃药 这个巴金森症呢 是因为呢 这个呃 黑区啊 这个呃 神经出问题 呃 呃 我还是不讲 那巴金森症的困难呢 是因为呢 这个呃 呃 帮助巴金森症的颤抖 肌肉僵硬的 这种的药呢 可以增加这个病人的呃 这个怀疑跟妄想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针对这个多巴胺嘛 多巴胺呢 这个是影响这个呃 怀疑跟妄想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很讨厌的事情 你一方面呢 能够呃 帮助这个病人的巴金森症 可是呢 相反呢 他会造成这个精神的症状 所以呢 这个医生呢 需要这个呃 这个比较呢 这个注意这一点 那么药物呢 可以消除这个怀疑幻听 呃 抑郁 特别是抑郁了 那么呃 这个呃 但是呢 他也可能呢 造成这个巴金森 相反呢 造成这个巴金森的症状 更坏的 这些呢 是 呃 呃 长期呢 呃 这个治疗呢 这个 呃 需要注意的事情 好 我最后做一个结论了 这个华人社会呢 需要了解精神病呢 是基因与环境出动 产生一个大脑 神经功能紊乱的一个疾病 精神病呢 是一个大脑 气质性的疾病啊 气质性是中国大陆的词啊 台湾好像叫 生生理吧 生物性的病 有精神情绪的问题呢 应该尽早治疗 不能单靠回避 不去想 压抑 很多人想说呢 哎 你不想就好了 你 啊 这个 这个 看得起 放得下 为什么要 这个 抑郁压抑了 我觉得呢 这个是 如果你基因很好 那就没问题啊 你出问题了之后呢 应该是治疗的 抑郁症状呢 我上次讲的时候呢 我已经讲过呢 所以可以按程序处理 抑郁症的这个药物 精神科的药物安全性跟有效性呢 我刚才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讲 这个八个步骤 十二年的这个审核呢 应该呢 是 有根据的 所以呢 这个 呃 你不需要呢 觉得呢 这个对药物有种的恐惧啊 精神病治疗过去 四十年有明显的进步 我做了六十年 头二十年 也没有很大的进步 头二十年讨论的 都是这种什么 经理分析啊 这种动力治疗 这种无聊 这个占据时间 但是呢 这个可以讲很多话的 还会开不停的 这种的讨论 但是过去这四十年呢 确实呢 这个呃 对精神病的治疗呢 药物的治疗呢 已经是有明显的进步了 虽然呢 过去的呃 呃 十几年呢 这个发展好像 呃 有点缓慢 可是呢 这个华人社会 对精神病的 我自己的 做六十年啊 华人社会 对精神科的 跟精神病的 恐惧回避 跟歧视呢 好像没有很大的改变 很可惜的是 最近FDA 对这个精神科的药物 管制放松 举例呢 就是已经通过 可以用大麻 这个造 我想已经造成 很大的问题了 不过呢 这个 我们这些呢 已经96岁的 就没办法讨论 也很可能呢 我最近看这个资料 说很可能呢 很快被通过啊 用迷幻药啊 就是psychedelic的药呢 来治这个 呃 精神病啊 那我觉得这些的 想法呢 跟政策呢 应该是这个 值得担心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做这些人的 做这些 呃 研究的人呢 现在都是这个 呃 没有什么这个道德啊 这种的标准的人呢 所以呢 这个呃 有道德标准的人 想要做 他们的父母呢 就是要去跳海 要去跳楼 要去从飞机上面 跳下来 那就没有人去做了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都是这些呢 这个呃 呃 这个嬉皮 事情的人呢 去去做 那他们当然就 觉得呢 这个有什么不好呢 这个用迷幻要很好啊 这种 那现在呢 这个整个 这个学科的发展呢 确实是 呃 在走向一个 好像呢 这个呃 不是很理想的一个 一个这个方向 我就讲到这里 呃 我想我们大概有这个 我四点钟一定要 要离开 这个我们有十五分钟 如果 你有什么别的意见 还是呃 你想要讨论一些什么问题 我想我呃 肯定是没有答案的了 不过呢 你提出来呢 我也可以呢 呃 跟你们来想一想 嗯 啊 我把他交回给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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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耀武跟这个 雪正玄跟这个 啊 啊 呃 都会啊 胡都会 嗯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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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资料 好多资料 呃 谢谢雪正玄会 主持问题的 问答问题 第一个chat上面 有一个人的问题 是说 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 Lacrum whatever 那个 你看不看得到 第一个 那个字还不会念 L E Q 我先看看这个 我先看我先 这个有好好几个问题 我先一个一个看 好好好 这个脑子有90到100个billion是大人还是小孩 一般是平均吧我想这个 所以呢这个呃 每天呃 呃每每呃这个少10万你想一想这个10 billion呃100个billion少每天少10万还是要很长时间才能够减少的90到100的billion这个是一般的这个平均的一个数目好 那第二个呢就是b12 deficiency呢是a type of dementia 这个b12 deficiency呢不一定造成这个dementia只是呢这个呃他很可能造成这个dementia也造成其他的精神呃上面的疾病举例这个depression啊 所以呢这个有时候这个depression呢也是因为这个b12 deficiency造成的他的理由是什么呢是影响这个脑子的这个呃呃呃这个活动啊functioning啊他呃主要不是透过这个anemia他他产生的anemia是他这个b12 deficiency对这个bone marrow的这个生血的系统呢 那种的影响他对脑子的影响他对脑子的影响是另外一个机制的影响是呃呃呃造成这个脑子的这个functioning出问题的一个影响所以呢这个需要这个呃查是这个理由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好吗还有吗 嗯嗯我也有问题嗯啊可以提出üng verder因为b12啊引起的那个dementia是不是在 呃Vegetarian会比较多一点有没有因为通常VegetarianT positioned 会有B12 deficiency的困难 因为那么吃的 应该是 有一个问题 可以问吗 就是那个 阿兹海默综合胜 那个据现在的研究成果 有没有遗传的倾向 既然它是基因的影响 当然就是遗传的影响 那就是说父母有这个病的话 孩子得到这个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应该是的 我可以问问题 可以问 可以 你刚刚有提那个就是预防 因为我好像曾经 你提过有vaccine 就是可以预防的 我记得我好像以前看过说 那个Burgam's Women's 他们有研究说 是会在哪一年 可能会出那个vaccine 有这回事吗 是的 是的 OK 那 现在照我知道呢 vaccine已经是 如果不是在第二期的话 已经是在第一期里面来 做的了 那么你说这个成果接是怎么样 大概四五年可能有结果吧 OK 那第二个问题 如果是已经得了的话 我想要问的 就是对language的那个 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双语 中文英文 那你说到后面照顾的话 会不会那个英文先开始退化 那你需要的话就是 因为大部分我们的小孩 可能中文都不太好 那是不是要另外再找人照顾 什么这些 对 这种的 这个问题呢 这个很好 但是呢 很多是个别性的 你说每个家庭可能不一样 那你说呢 这个 第一个就是双语的 有双语的人是不是头脑 训练的比较好 比较不容易得这个AD 也可能啊 第二呢 就是这个 如果是照顾的话 就是找一个 懂中文的比较好 那应该 我想应该是的 这个一般都是 病人都是希望的 找一个跟自己文化背景 比较这个相同的人 对有没有研究说是你 language会开始退化 就会后来英文就不会了 听不懂了 不会讲了 这个应该是的 这个应该是这样的 你说是不是一字 我就说不懂了 但是很多人这个 这个 我有个病人都已经 几十年没讲上海话了 他突然也这个 这个也听不懂上海话 突然也到了他的这个 AD这个很严重的时候呢 他突然也说起上海话来 你想这样的事情 这边有一个人在问 双向正式的Bipolar 对 还有一个是说 吃B12 或supplement 应该要多少mg 如果说要 你去问你自己的医生 一般呢 如果你的 这个B12 是这个 营养的问题的 那吃supplement 是有用的 如果是因为 你的身体里面缺乏 这个 我们叫intrinsic factor 就是你身体不能吸收 这个 这个B12 那你单吃这个 supplement就没用了 你这个要去减 如果你是B12缺乏 你要去找出这个原因来的 如果是一个 in general的 Purpose 我这个B12 那Costco B12 跟Bcomplex的价钱一样 应该是不是就吃Bcomplex cover的更多 一般呢 如果你要吃这个B12 大概要吃到1000个microgram 那其他的Bcomplex 如果你不需要的 那你这个无所谓 那我不知道这个Bcomplex 里面B12的成分是多少 我没有去研究过 Bcomplex 我自己呢是这个 大概每个礼拜呢 吃一两天呢 吃这个Vitamin D 但是呢 我其实去查过 我的Vitamin D呢 倒是这个足够的 我的B12也足够 我其他的都足够 我就没有吃这个supplement 我就是这个 有时候吃一点Vitamin D 因为你看嘛 这个每天都 没有太阳呢 也很少出外面去 天气太冷 这个制造这个Vitamin D呢 我想应该是 需要吃一点的 但是呢 这个我去查过 是这个很正常的 我有意思 就是我已经查出来了 每年的体检查 B12和D都是缺 然后医生也让我吃 那我是不是吃那种 complex就不够 应该吃大伎俩 你应该 你应该 你应该请他 你应该 请他去 去这个比较详细查一查 这个B12 为什么会缺嘛 那这个 如果是真的是缺的话呢 就不能靠吃的 我刚才讲了说呢 这个如果这个吸收你的 身体是因为 不是因为吃不够 B12 而是因为你吃进去的B12 不被吸收呢 那变成是 这个要这个每个月打一针 这个B12应该打针的话呢 就这个避过 bypass你的这个吸收功能的缺陷 你应该去问这个医生 对 我是打针以前 对 打针那就好了 那就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 有长期这个精神病的 就是说不管是哪一种 抑郁症也好 焦虑症也好 那个他是不是 这种人比较容易得失智症 只有一种的病人 比较容易得失智 就是分裂症的病人 好 那叫一般的抑郁症 焦虑症 这些人 那就说几十年的这种历史 到年老的时候 好像没有 我从来没有知道 有这种的数据 但是这个分裂症的病人 导致这个视力 是这个认知功能 是会降低的 比较降低的 你说的认知功能是cognition 对 对 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说对于中期Alzheimer 常会暴躁骂人吃药 有帮助吗 什么药 有啊 应该有啊 应该有啊 这刚刚讲的哪一种药 好像你提了一下 刚才不是讲了四个症状 一个是疑 一个是焦虑 一个是失控骂人 一个是怀疑 这个妄想 我讲啊 回去重看 重看 还有倒过来讲 说如果一个人 有 已经有 你说 你说Alzheimer 是在30年前 就可以 就开始develop 对 那如果这个人 开始有这个抑郁症 暴躁 是不是已经表示 他有这个 有这个potential呢 还是 已经有这个Alzheimer 还是说需要测 那个你那个 那个什么 100-7 100-7 93-7 那个的测量 才知道呢 这个 我等等 我找出 我刚才大家 说要看的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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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说这个 这个 呃 呃 现在这个 呃 这个 A-D的诊断 跟这个检查 应该不是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啊 你又不是 你又不是 非洲 又不是住在 这个 这个 呃 这个甘肃 为什么这个 有困难 那去 其实很简单的 你自己 不肯去 还是怕去 还是不敢讲 那这个 是另外一回事 啊 嗯 OK 那我们 如果是好 端端的 就去 跟那个 family doctor 说 来测的话 他们会测吗 那就看他啦 他觉得你是 好端端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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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如果大家每年都會問一些簡單的問題, 在做Depression Screening和Cognitive Function。 是的,是的,大概會知道的,對。 如果要去測試,哪一個醫院,哪一個科系是最好的? 一般,第一個看的都是腦神經內科的醫生, 在Boston,是Lahey還是MGH還是哪一個? 都有醫生,這些醫生。 你在Boston還找不到醫生的話,你全世界都找不到啊? 真的,真的,真的。 長老,我有一個好奇的問題,就是這些藥,比如說治抑鬱症的藥, 他有那個,就是用一用,我還記得你剛才你說過一個, 用一用是不是就不起作用了,需要換另一個藥, 有沒有這種現象? 很少,很少,一般那個藥有用之後呢,都應該是有用的, 這個肌量可能需要調整,但是一般都是有用的。 謝謝。 用一個藥之後,這個效果好像有,但是不理想呢, 應該是加另外一個藥來補助它,叫它的功效呢,更大一點, 應該是這個想法。 但是用了有用了,以後就變成沒用,這個可能性是很少了。 我不能說一定沒有,但是很少。 像那個Donefazole,你提醒了一下,它不會說用一用就不管用了, 沒有這種現象,是吧? Donefazole是這個私自證的,私自證的藥呢,Donefazole有效, 可能性是兩年,那不是抑鬱症的藥啊。 那還有一個基本的那個caregiver的人的一個handle的方法。 譬如說一個私自的人,他跟你講,我現在要去上班了,我現在要去上班了。 你就是接受他,順他是不是比較好一點? 還是說有人就喜歡,就喜歡,我還看到有caregiver,幫他的媽媽做那個monthly report。 所以我現在測他還記得誰的名字,測他誰的名字,所以看他的退化的程度。 這些都是應該的嗎?還是說helpful or not helpful? 我想呢這個,如果是你對他的進度這個有興趣的,一個月做一次大概就,大概就太多了。 因為這個一般早期中期,這個晚期,每一期都最少這個要,從一期到第二期都要三到五年嘛。 那你每個月做一次就是,你說我沒事幹這個,當然也是很好的事情。 看你自己啊這個這個,看你自己是不是有這種的興趣。 但是你說對這個病人有沒有好處呢?那我想肯定是沒有的。 我們的這個私人的進度呢,這個醫生看你每六個月看一次,一年看一次應該就知道。 那而且現在這個治療的這個手段,不是很清楚,要等這個新的這個丹克隆看體出來才可能有這個有些突破。 所以呢,你這個進度你要知道是你自己的對這個病人沒有什麼好處的。 對你有沒有好處就看你自己。 好,那所以這個是第一點。 所以剛剛有個問題說呢,30年前就知道,那為什麼不撤了? 就是因為呢,大家覺得你撤了也是叫這個人擔心30年,那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這個不如呢這個,如果是現在有新的治療出來了,是對這個早期的這個已經是有效的。 那可能會改變整個這個治療的這個策略的。 那這個主要是看這個現在有沒有這個治療的這個有效的治療。 如果這個丹克隆看體消除這個斑塊。 而且現在有這個依賴莉莉那個說呢,也可以消除這個殘劫的。 那這樣的話呢,就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說你這個盡早治療。 而且呢這個盡快治療就是應該的。 但是你要看他有沒有副作用啊。 因為最近這個Lecanimate不是說這個有幾個人這個腦醫學幾百個人, 有好像六百多個病人裡面有三幾個這個腦初學就死掉了。 那你說是不是跟這個藥有關係? 我們也不知道。 今天也都要這個更詳細的這個Follow 跟這個對這個Data更多的分析才能夠這個清楚的。 Anyway這個如果這個藥是這個負重是很低。 而且呢這個效果是很明顯的。 那應該盡早治療這個是現在的想法了。 你說有沒有這個效果,那就要看再看了。 那所以剛才想說這個沒有這個有效的治療。 你每天去查這個病人的進度。 我想是沒有什麼好處的。 那有一個問題啊。 就是說如果一個人MRI做出來有很多的斑點。 那是不是就可以馬上就吃那種減少斑點的藥。 可以讓這個stop他的progress, 或slow down的progress。 是,實際上我現在看他的這個AA的這個初步的這個, 我也不是看的很詳細。 我看的這個很粗略的看過。 好像是第一呢, 需要有這個MRI證明這個腦子裡面, 確實是有這個斑塊的這個證據的。 第二呢就是他現在呢是要求說這個 那個是早期就是這個MMSC在20到26的階段的。 以後會不會放鬆還是這個再調整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現在是好像是說是一定是需要MRI的證據的。 第二呢就是需要這個專家來這個注射的。 因為這個是一個IV的藥啊。 那倒不是隨便能夠在家裡就自己這個打這個藥的嗎。 那這些呢都是具體還沒有這個清楚的這個這個做法的這個手段的這個清楚的這個程序出來。 不知道了再再等幾個月了等他這個清楚了之後。 那然後看看這個Medicare會被cover嗎。 不然的話你, 25000塊錢也是很高的一個價格的。 他這個也是要持續地打是吧。 不是一針打完就好。 他要每個月打。 對對對對對。 打多久呢我也沒有看。 我想肯定是要長期的了。 不是這個, 不是打打一兩年的。 那像我們這個年齡多少都那個記憶力都有點不記得, 不記得電話號碼, 不記得人民這種, 或者鑰匙找不到什麼的。 那這種這種狀況當然, 如果是不是只有靠MMSE來鑑定, 你是不是已經到了失智的這個界線。 就像糖尿病一樣。 這邊總有一個界線。 現在是這樣。 對,現在是這樣。 這個界線是用這個, 用這個量表, 測試量表來, 來決定。 那我們自己可以從網上 download一個來測一下。 為什麼不可以呢? 當然可以, 你從網上可以, 可以下載啊。 這個, 這個, 你可以自己測自己啊。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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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西章王。 你可不可以把那個怎麼樣預防, 阿氏綜合症那個需要吃什麼維生素那個配置掉出來? 我take一個picture。 因為我的媽媽有那個病, 我想跟我的姐妹share, 我們要早一點預防。 怎麼樣去分一個老太太? 究竟是? 這個五十歲後, 三高需要定時一年檢查一次。 如果有三高, 三高還是三高裡面一個高呢, 需要長期治療, 要多動腦, 鍛鍊, 注意社交活動, 能夠玩樂器, 彈琴啊, 這個拉小提琴啊, 吹疊啊, 吹消啊, 要睡眠好, 爭取接受大學教育, 有抑鬱症應該治療, 注意我剛才講的幾個營養, 就是這樣。 下一頁。 下一頁。 好了, 那這樣啦, 我這個時間也已經過了, 這個你們的問題很多呢, 我都不會回答, 那我就停在這裡, 謝謝你們的今天, 來聽這個講座, 好嗎? 好的。 謝謝,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 謝謝,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